各位朋友您好 我是王岐 欢迎继续锁定TV新闻台 下午4点钟的整点新闻 一开始几个最新消息 都是让人触目惊心的意外 先来看在新北新庄 上午传出有个工人 在进行停车塔检修的时候 被配重块砸到头 当场惨死 新北市新庄一处立体停车场 今天早上发生公安意外 一名50多岁黄姓工人 到停车场进行机械维修时 一事是被停车塔内的 配重块震重头部 导致这名工人头颅破裂 当场死亡 警方获报后立刻赶到现场 围起封锁线 查看意外发生原因 根据了解事发地点是公有停车场 死者是委外包商 上午8点多和另外5名同事到场 进行例行检测维修和保养 但9点多左右 同时以无线电呼叫这名男子 却迟迟没有回应 前往查看时才发现发生意外 初不了解 疑似是更换钢索时才导致意外发生 不过详细原因还要进一步理清 接下来这个惊险场面在高雄 一辆化学潮车故障停在路中央 不断冒烟 甚至油管还喷火 而这车子里在的是甲醇 在高雄凤山的凤顶路上 这一辆化学潮车故障停在马路中央 并且冒出的大量黑烟 不只喷黑烟 看到车体旁边呢 还有喷出火焰 就怕会波及到整辆的车子 或是其他的车辆 于是现场赶紧打电话叫消防车到场救援 我们来听听看驾驶的说法 这个状况是在稍早12点10分左右 这辆载着甲醇的化学潮车呢 司机表示 他开在凤顶路上 突然呢 车子呢 是冒黑烟 疑似呢 是涡轮增压器故障 所以开着开着之后 车子就没有办法发动了 所以就停了下来 而至于车体为什么会喷出火来 很有可能是在这个车子的管线上面呢 是残有一些废油 而当下由于呢 车子是载着化学一体 所以也不敢大意 不过呢 就在消防车来到现场之前呢 就已经没有喷火的状况了 而事后呢 也在进行脱掉作业 好 这是在彰化石有车辆失控 冲进路边店家的惊险场面 店门口一对新婚夫妻还当场被撞飞 先生一度昏过去多处骨折 原来他在紧急时刻用身体护着太太 所以伤得比较重 还好两个人都没有生命危险 说要在国庆日要请的喜酒啊 要照样举行 轮胎行前面 陈先生跟太太等着换轮胎 突然天外飞来横祸 一辆休止车冲入了轮胎行 陈先生抱着太太 肉身保护 两人都被撞飞 撞人的休旅车往后退 轮胎行的轮胎滚了出去 被撞的两人是新婚夫妻 刚拍好了婚纱照 准备10月10号婚宴 之前因为疫情婚宴已经延期 这次又经历了生死一瞬间 先生手部骨折包着纱布 脚踝受伤走路一搏一搏 背部还有明显的擦伤 太太因为她当肉店只有擦错伤 肉身护妻太太感动 也心疼先生受伤 当时陈先生准备换好轮胎 在太太去上班 两人在门口等着 休旅车抢快左转 前方因为红灯 车辆已经排到路口 休旅车一次为了闪避 紧急左切撞进了轮胎行 造势驾驶是52岁的装姓男子 自称是血糖太高造成了意外 新婚夫妻患难见真情 在地上的时候 在地上的时候的确会有这种想法 我没办法确认我们对方是不是还正在呼吸 那时候是我已经其实已经失去意识了 但是当我已经有意识梳醒的时候 是老婆牵着我的手 一直在拉我的手 当下我只感觉还好 我老婆还有意识拉着我的手 我真的很庆幸我们两个都还活着 先生说他们因为疫情婚纱延期 稳定也延期 最后敲定了10月10号宴客 却在五天前出车祸 两人决定婚宴如期举行 新郎准备坐轮椅进场 好事多谋多考验 却更见患难真情 生死一瞬间依旧是你最珍贵 TBS新闻 陈志仲 吴淑平 彰化报导 而苗栗辆车剥离全碎 是路上开到一半的时候 被歹徒拦下来猛砸的 而等警方赶到现场时 嫌犯已经逃之夭夭 不过后来警方还是找到人 结果那个人说啊 砸错车了 红衣男子把车停在旁边 拿着吕棒站在路边 吕棒放在背后瞧着背 看着经过的车辆 似乎在寻找目标 一辆白色轿车来了 被他拦下 驾驶的视角是这样 男子拿着吕棒拦车 之后到车边 似乎是双方交谈了一下 紧接着砸车了 挥棒砸破挡风玻璃 一下又一下 然后转身离开 被害人把车往前开 停路边报案 警方来了 但是砸车的人已经逃了 被炸的车挡风玻璃 留下两处明显的敲击痕击 被害人是45岁的郭姓男子 开车要回家 无端被揽下砸车 事发在10月3号中午12点多 苗栗竹南公益路上 红衣男子路边等目标 嚣张砸车之后 开着车跑了 警方以车追人 找到了41岁的李姓男子 警方表示 至于疫情呢 昨天传出有机组员染疫 连带有学校班级得要停课 还好目前看来没有更多人感染 而指挥中心的相关说明 我们连线记者张玉可 那到今天 我们在总共已经进来420万 421万剂 在BNT的这一部分 那大概明天相对的 BNT还是会持续再来 那莫德纳也会再来 另外今天有计程车工会 到交通部抗议 认为自己是打不到第二剂的 莫德纳孤儿 不过陈时中说 明天就有莫德纳来台 会尽快来进行施打 不过BNT陆续来了这么多 有很多人非常担心 会不会就这样放到过期了 毕竟第一剂如果大家都打完 第二剂要怎么安排 但指挥中心表示 暂时还没有混打的规划 要全力来先拼第一剂 以上一场过情形 也说明天开始的是 五倍券从明天开始领 超商超市等通路 今天工作员是忙着整理 不过有店员说 这等于是店里 一下子放了好多现金 压力好大呢 警方护送五倍券到超市总部 接着再由业者分送到各店 到了超市 员工拿钥匙打开柜台下保险箱 小心翼翼拿出五倍券 就怕弄丢 因为一份价值五千元 红色信封搭配线条设计 右上角印有五千阿拉伯数字 从塑胶膜网里看 共有三张蓝色一千 两张红色五百 以及五张绿色两百 上头编号一到十 方便清点章数 如果你预定领券的地方 是选在超市或药妆店的话 记得到柜台来签收之后 就能够拿到你的五倍券 10月8号周五开始领 超市挂牌子 提醒民众要在领券序号 以及身份证证本 第一阶段领取时间 从10月8号到21号 到超市或药妆店 以及四大超商领五倍券 都要已经先预定 领取时间是上午9点到晚上10点 清点作业必须在 录影镜头之下完成 全台领券通路动起来 邮局也已经收到 基隆邮局五倍券 首颇配送到六万七千六百份 人员忙着清点 因为这小小一箱 就价值一百万元 超商店员说 门市预定的五倍券 都已经到货 提醒民众不用急着领 不然第一天一定大排队 另外也有其他超商说 一次收到两千份五倍券 等于多了一千万元 放在门市 警方只有呼送到店门口 接下来要保护五倍券 让他们压力不小 至于领券卷讯 已经有部分民众收到 建议避开前三天领券 避免排队等候 经济部统计 第一次预定这本五倍券 有一千一百九十三万人 通路门市 每天会采适量配送 呼吁民众别担心 五倍券一定都领得到 TVV新闻力量 南流星会 红军委 台北基隆报导 至于政坛的话题 基金党立委 陈伯伟才刚被爆出 十年前曾经肇事逃逸 结果现在又传出 他曾经去电子游异场 而且被警方 以赌客的身份带回来 基金党立委 陈伯伟 真的是一波未贫 一波又起 肇事逃逸的风波 都还没有落幕 现在又爆出 他曾经被查获在 电子游戏场 以赌客的身份 被警方带回去做笔录 到底怎么回事 陈伯伟也做出了 最新说明 一起来听听看 那一天跟朋友去打电动 他就像一个汤姆熊一样 有娱乐性的机台 有赌博性的机台 玩到一半 警察来领检 包围前后门 把现场所有的客人都带走 那问一问之后 发现没有赌博的事实 所以那个 那个判决 其实是不起诉书 那我认为 法院 他已经有了判决 我们再把它 提前一步 说有记录 这个人是不是有赌博的行为 我想不符合 法治国家跟社会 的一个看法 陈伯伟强调就是跟朋友 去打电动 没想到刚好遇到警方扫荡 因此被带回警局做笔录 强调自己 没有赌博的行为 不过呢 这样子的记录 再被翻出来 他认为也是相当的头痛 不过这家电子游戏场之前 也被查获 日赌上百万 还被操除 1.5吨的代币 如果说这只是一般的游戏场 恐怕有一点 说不过去 再有一个也让很多人觉得 搞不清楚这是什么状况的 是陈伯伟 确实当年肇事逃逸 他承认了 结果不少民进党立委 或者是有意参选的民进党人士 跑去陈伯伟脸书 喊加油 那个时候刚出社会嘛 经济状况不佳 我必须要早上晚上做两个工作 完全是疲劳架实 说自己就是太累了 才会出差错 有民进党立委 私下就帮腔陈伯伟 家境不好 要工作到早上 又不是像言宽恒不用工作 其他民进党立委 更是跑到脸书送暖 一排蓝勾勾 大喊陈伯伟加油 我遇到他的时候 都有跟他加油 那我也有准备 再透过我的脸书 希望看怎么样给他协助 我为他加油 是基于我在立法院 跟他共事的这段时间 有人觉得是 那个赵陶的 吹油门的加油 那真的是很讽刺 民众的大衰 民进党护航的也太明显 但其实类似的情形 也曾经在国民党上演 他没有在选择在死者的 这个家属的伤口上面撒烟 我觉得我们是肯定成委员 韩家军的许淑华 当时跳出来谢谢对手陈奇迈 没有对2004韩国瑜车祸事件攻击 当时的国民党立委都说事件已过去 但现在 不用提到韩国瑜 我就可以讲陈伯伟就好了 不愿多谈自家人 倒是侃侃而谈 直额的造势逃逸 但其实两人比一比 韩国瑜擦撞重击 导致重击乘客抢救不治 被云林地方法院 依过失自死罪 判六个月有期徒刑 得一颗罚警缓刑两年 而陈伯伟是被警方调阅监视器 追查后才坦诚犯刑 造势逃逸 判刑九个月 两人都跟家属达成和解 负起该负的责任 第一时间就辞职了 以他的这样的解释 我觉得还是蛮可耻的 再也仅有陈伯伟 希望家文罢免选情 似乎也让陈伯伟的支持者很紧张 PTT有网友就PO出 陈伯伟后援会的群组截图 有支持者崩溃 说要找严家杀人记录反攻 一个车祸案件碰上敏感的选举 都变成了政治风暴 蓝绿反应一个样 TVB新闻的 欢迎先请准备迎接双十国庆 总预演在刚刚完成 接着刘婷婷要为我们 整理今天的精彩画面 好 主要给观众 距离双十国庆 只剩下不到三天的时间了 而在今天下午也举行了总预演 而在稍早的下午三点四十分 AT3雷虎小组也在现场冲场 来看一下稍早的精彩画面 请庆祝大会带到超头 来宾请向我们的飞行员 掌声加挥手 各位现场的来宾请将您的目光 看下现场吧 可以看到我们雷虎小组 驾驶着AT3教练机 也喷着我们国旗色彩烟 而现场的民众也是觉得 非常的壮观 而在稍早今天的重头戏 也就是国歌领唱 因为包括了我们的集管署的副署长罗一军 以及我们跆拳道奥运铜牌国手罗嘉林 也都双双现身一起领唱国歌 来看一下稍早的画面 之前罗一军就被笑说是不是被卫福部长陈时中来推坑 因为他本身就很会唱歌 不过今天在现场双螺一起现身 是他们第一次合体来进行相关的彩排预演 不过现场其实也不太听到他的声音 因为其实旁边还有其他小朋友 以及防疫有工人员 包括警消还有医护人一起来领唱国歌 而且今天在现场可以看到我们Series四拐的运输机 今天也是非常完美的吊挂两幅巨幅国旗 因为日前Series四拐其实有传出 他的这个旋翼片有异音 所以在原本之前的这个兵力上面的预演 他当时并没有顺利的升空 只有一幅国旗飞越总府的上空 不过可以看得出今天是圆满成功的 另外今天的重头戏也包括了我们的空情总队 原本前几次的预演只有看到我们AS365的海豚机 但是今天特别从小港机场的重装的推荐直升机 也首次的现成 所以可以看到他们也进行了一个品字型的编队 飞越了总府上空 也让不少的军事迷感到非常的惊艳 那以上就是现场为您掌握的尊情形 好 至于这一阵子的台海局势 昨天美国总统拜登被记者问到相关议题的时候 他提到了一个台湾协议 那么这个协议是新的东西吗 它到底是指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的报道 拜登一句话成了今日关键字 到底说和习近平同意的台湾Agreement 台湾协议指的是什么 外媒都在猜国内又有何解读 美国发布的这个文字叫做台湾Agreement 因为这个AgreementA没有大写 所以我们只能够解释成说 跟台湾有关的美中之间的协议 但它到底是什么 是不是指的是当时美国跟中国大陆的三个公报 那这个我们也不知道 必须要美国政府去说清楚 各界都想要明确答案 但是白宫没有正面回答 而是要大家去参照国务院发言人 普莱斯在10月3号的回应 事实上国务院当时声明原文 指出美国将继续协助台湾 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 各首美中三公报台湾关系法 与六项保证的承诺 而这也不是拜登第一次使用台湾协议这个词 不过当时所谓的协议 是否和现在一样 没人知道 因为就在拜登上任之后 4月先派参议员好友陶德访台 再来是在美韩美日G7峰会 都把台海安全问题写进会后公报中 但是拜登口头上并没有太过直接的保证 拜登看得出来他在参议员的时候 还有副总统的时候 其实他基本上对于台湾的立场 是比较清楚的 也就是根据台湾关系法 但是当总统身份的时候 他还是必须美国整体国家利益 作为最大的考量 其实台海问题向来都是美国的难解习题 回顾近五任总统的态度 曾经在1996年面临台海危机的柯林顿 曾经发表三部政策 但是他卸任后访台 力促两岸以和平方式来解决 之后到小布希时期 他曾声称 若中国大陆武力犯台 美国势必出兵保卫台湾安全 而转换到欧巴马时期 他更为谨慎 欧巴马在任期尾声 曾经警告下一任的川普政府 要对一中政策更为小心 但是川普他才不理智一透 我完全明白一中中国政策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必须跟一中中国政策 不然我们跟中国交易 而现在的拜登校正印太策略 新成立三方的美英澳AUKUS同盟 重启QUAD四方会谈 还来个六国军演 英美日荷兰加拿大澳洲六国军舰 出现在冲绳西南海域 这让共机老台架次暴增 再冥想两岸警报 拜登此时的台湾协议说 能发挥作用吗 如果在中华民国国庆之后 中共他这些军机的举动 会不会再继续增加 我想应该是不会的 他明则是针对台湾 其实是针对就是六国的联合军演 除了在南海之外 其实在冲城的西南边 那就也就是在台湾的东北部了 那这跟以往只在局限 在南海是不同 是否随着六国军演 渐入尾声 共机扰台架次就会减少 这点还有待观察 但是拜登重部署的印太战略 都让台海两岸成为地缘战略的压力中心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掌握全球情势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破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